就在刚刚 企鹅人的母亲被黑妹一刀刺死 卷毛看着悲伤过度的企鹅人 满不在意地对着黑妹说 把她也杀了 接着转身离开 此时企鹅人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知道你不敢亲自动手 因为你就是个孬种 从你祖先老卷毛开始就是 卷毛说那我满足你 于是接过了大胖的枪 问企鹅人 企鹅人说有 我会亲手杀了你 说完抽出母亲背上的刀 伤了卷毛的脖子 随后撞破窗户逃走了 卷毛不知道的是 本来拥有弱点的歌坛之王 在他的帮助下已经没了 这里我们插下萤火虫的故事线 因为他是重要人物 话说第九集中 萤火虫遭遇警察埋伏 被小猫女就走 但毕竟第一次杀人 萤火虫内心非常不安 他不敢回家 不敢出门 小猫女说 那你就离开歌坛 重新开始吧 萤火虫想了想决定离开 但是现在两人的都比脸干净 小猫女说 不用着急 我带你去个地方 晚上巴恩斯和戈登在新闻里 就看到了萤火虫再次出手的消息 他们将一处人口市场给抢了 同时戈登还曾看到了一个熟人 猫女 第二天猫女送萤火虫去车站 并嘱托萤火虫 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 但突然一辆车冲了出来 在两人身边停下 二话不说抱走了萤火虫 二人正是萤火虫的大哥二哥 晚上戈登找到了猫女 戈登问萤火虫的位置 但猫女却说他也是被强迫的 都是他的两个哥哥逼他做的 你应该去抓那两个混蛋 戈登说 告诉我他在哪 也许我可以帮他 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相信我 猫女想了想 告诉了戈登 而此时的萤火虫 正被他的两个哥哥虐待 不仅拿走了他的钱 还用鞭炮吓唬他 萤火虫大喊 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老大两人这才作罢 但大家仔细看 此时萤火虫的表情 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委屈的表情 一会儿 他就背着喷火器走了出来 没有丝毫犹豫的 朝着两人就是开喷 而等戈登赶到时 却只有两句散发着烧烤香味的尸体了 戈登又给猫女打去了电话 跟猫女说 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如果再让他杀死一两个人 连我都无法救他了呀 猫女听后说 也许我知道他去哪了 画面一转 萤火虫来到了之前抢劫过的人口市场 当戈登赶到时 人口贩子都被烧了得干净 戈登开始劝说萤火虫 但无论戈登怎么说 萤火虫始终不为所动 此时戈登身后的一名警察走火 打漏了萤火虫的燃料箱 萤火虫开始反击 将旁边的警察烧了 但车辆爆炸 导致火星溅到了燃料上 萤火虫瞬间变成火人 其实他也是个可怜人 没有父母 哥哥们又虐待他 他不过是想有个家 但你以为他死了吗 其实没有 他被推进了一个生化研究所 而这个研究所里 关着各种奇奇怪怪的人 同时他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 印第安医院 维恩集团分布 而这个医院到底是什么地方 里面又有着什么秘密 企鹅人母亲被杀 大胖背叛 这位歌坛之王的命运 又将如何呢 我们下期接着讲 我是郭哥 待会还有一集 他在这一集 他在这一集 他在这一集